用空气炸锅这样烤土豆比烤肉还香 外焦里嫩 超级的好吃 做法关键也非常的简单 烤土豆这个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去完皮 泡在水里边浸泡好的土豆 然后把土豆切成拱刀片 土豆非常的好吃 营养压值高 而且易熟 也非常的容易消化 切好的土豆放到一个大碗中 再用厨房纸巾 把土豆上面的水分给它擦干 然后加入一些腌肉料 也可以用二两个腌料代替 再加入些辣椒面 自然粉 再加入些蚝油 再烹入些食用油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腌制十分钟 入下底味 腌制时间到 我们放入到空气炸锅里面 把土豆均匀的铺开 然后放入到空气炸锅中 时间十分钟 温度180度 给它烤十分钟 中途翻个面 给它翻个面 时间到 把烤好的土豆再给它放入到空气炸锅中 200度 再烤五分钟 这样烤出来的外面是酥脆的 里面吃的嫩嫩的 直接到打开空气炸锅 哇 好香啊 把它们取出来 这样我们好吃 蜜油美味的烤土豆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烤土豆外焦里嫩 比烤肉还好吃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真的是太香了 今天烤土豆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土豆 快试试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期待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